之前我们已经学习了这么多电学内容 不过电到底是从哪里来的呢 电当然是从发电厂里来的 火力水力风力 各种各样的能量在发电厂里转化为电能 最后供我们使用 在生活中对于电能的利用 那是根本停不下来 合上开关电能传到灯泡上 于是不拎一下就亮了起来 这是电能转化为光能 传输到电风扇上 嗖的一下就转了起来 这是电能转化为机械能 传输到了电热器上 乌拉乌拉就开始烧水了 这是电能转化为内能 那么电能的多少应该怎么来衡量呢 我们一般会说上个月家里用了多少度电 这个度字就是电能的单位了 度的学名叫做千瓦石 符号是这么写的 意思是把千瓦和小石乘起来 在学习公与能的时候 我们学过能量的单位一般用胶耳来表示 电能也是能量的一种 说明千瓦石和胶耳是同一类型的单位 可以相互换算 怎么算呢 一千瓦等于一千瓦 一小时等于3600秒 把它们乘起来 一千瓦石就是3.6乘以10的六次方胶耳了 嗯 一千瓦石可比一胶耳大多了 看来一度电还真不少呢 那一度电也就是一千瓦石能干些什么呢 可以开一个小时的空调 或者看十个小时的电视 如果开灯的话 大概可以亮五十个小时 也就是两天两夜 这么看来空调确实还挺费电的嘛 总结一下 电能和其他形式的能量可以相互转化 它的单位是千瓦石 电能的概念你学会了吗 呵呵 电能和其他形式的能量可以相互转化